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有感觉 我是杨阳 今天呢来到的是成都的景礼这个古街 在这边游玩来看一下成都的一些松土人情的风貌 据说啊这个景礼的话呢是西蜀时期比较古老的这样的一些街巷里边 会有很多的一些东西可以去看 首先就跟着我一起往里走吧 一如眼帘的首先就是有一个大门 这样大大的一个门再往里走 一进来之后呢这里就非常多的人 而且还看到很多穿着汉服的这样的一些小姐姐小哥哥 然后而且整个的场景的话是非常的古色古香的 周围都有很多的红灯笼 还有一些木制的这样的一些雕穿花篮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大家都是长枪短炮的来这里拍东西 这边还有很多的这些小的一些商铺店铺 吃的也非常多了 商业气息非常的浓厚走进来 哇这是在炒茶叶 嗯好香香的一股味道 手工炒制茶叶 现在已经从大门口慢慢的往里走了 这一路走进来的话也看到了很多的这样一些东西 一开始的时候在门口那里有一个手工炒茶的一个人 然后在那里炒茶 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看到有一大堆人围在一起 然后又赶紧挤进去看一下 结果发现是一个吹唐人的这样的一种表现手法 然后再往前走的话前面还有很多的一些小摊 比如说有些剪的一些红色的那种剪纸啊 还有一些经典的一些书画艺术啊 还有一些玉石玉器啊 还有一些打磨的那些工艺啊都有 然后还要往前走的话有一个地方比较经典的就是那个铜人还可以帮你去在那里照相摆造型什么的 那个声音还是蛮吓人的 而且在这边的话呢还有两边还有很多的一些茶叶店 很多的一些茶馆 相信这里呢应该也是一个过来休闲娱乐好玩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现在的话往里走走过铜人之后后边的话呢是一个古戏台 这个古戏台看起来非常的古朴 应该是说以前那种唱戏唱川剧的地方 在这个古戏台的旁边呢还有一棵大树 我不知道是不是菩提树啊慢慢的往上望去这个头都快要给忘掉了的那种感觉 来继续往里走吧 穿过来之后呢就走入了一个新的天地了 就是在这些街道当中的话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好吃的 终于可以开始大快作银了 走吧吃起来吧 那就这边看到的有芙蓉糕 还有这边还有四川比较有名的张飞牛肉 这甚至还有雪茄烟都还有一只酸牛奶 往前走的话还有啤酒哦 这些酒店什么的 嗨 哎 这是什么 试吃一个 嗯 很好吃的样子 巴巴糖 嗯 很酥 这边全是辣椒 火辣辣的那种感觉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墨子 还有一个墨 两边的话呢都是一些酒吧来的 然后那种感觉非常 因为我感觉晚上还会有人在这里助唱吧 最喜欢这种边逛边吃的这种感觉了 大家看到了吗 全是辣椒火辣辣的 穿妹子就是这样子了 来一口 吃 pearls 吃东西 吃啊 你看 吃完了 吃完了 你 吃完了